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咱们开始啊 大家好,我是西洋生老梁 今天是2021年的7月30号 咱们继续漫谈西洋生的第26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老梁 我们卖的西洋生有几种 然后呢都是什么价格 大家都知道这个市场上呢 西洋生的这个种类啊是五花八门 各种分区分的方法都有 然后各种等级 然后有不同的价格 我们就非常简单 根据单只生的重量区分的三个品种 小号中号大号 一到五克是珍珠粒的 五克以上呢到二十五克之间 基本上在这儿 就是中立的 然后呢二十五克以上的 就是大个的 就是你将这个估计四十克五十五十克都有了 这它超大的 这个稍微小一点 但这个也是二十五克左右 二十五克以上的 就是重量超过二十五克的 都在这儿 上不封顶 但是我们现在一般就是最大的也是五十克左右 这样大的 咱们的生的分类呢 就这么简单 买过咱们的生的人都知道 我们的价格表上 我们也分了这个 就是按照三种分的 我们有三个包装 不同的包装 看到这个啊 这是中号的 经典的 这绿色盒子呢 是这个珍珠粒 这个黄色盒子的这个就是这个大粒的 大家看到这个啊 我们每集视频结尾的时候都会放的有这个照片 就是这三个 绿色的就是珍珠粒的 中间这个就是这个中号的这个中立原尾身 左边这个黄色的这个就是大粒的 大粒的基本上在二十五克以上 好 就分这三种 我把照片也会继续贴出来了 大家可以去去参考 比较简单 然后呢 我们也会给这个盒子呢 配这个盒装的身里边呢 再配一个礼盒啊 像这样的礼盒 这个礼盒呢 也是也是环保的啊 内心是纸质的 外边是哑麻布的 这都是可以完全环保的 对 这是咱们的品牌 对 这样的 这个盒子 打开是这样的啊 给大家看一看 打开以后呢 打开以后是这样的 对 这里边装着咱们的西洋身 这盒子是跟它配套的 这里边的身呢 比如说把它拿出来 这个是五年的 五年的大离身 精品大离身 然后这绿盒呢 也可以装进去 一样 绿盒装进去就是这样子 然后盖住 然后封上咱们的这个 这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礼盒 这呢 就分了这三个规格 小号中号和大号 然后 嗯 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还分一个年份啊 你看大家看到这下边有一个 你这个包装盒 这个 左下角有一个写着五 写着五的呢 就是五年生 五年生的 因为我们还按年份去分啊 你看这个写着六的 这是六年生的 我们现在主要卖的就是这个 两个年份的 就是高零生 嗯 大家都知道高零生 它的药效是最好的啊 在市场上也比较稀少 但是我们主打的就是高零生 我们不卖那个低零生 在这个市场上卖低零生的人很多 国内也卖的很多 嗯 我们是主要的主打的 就是这高零生 五年和六年的 所以你在咱们的价格表上 也能看到啊 就是 我们分三种 但是两个系列 一个是五年系列的 一个是六年系列的 盒子都一样 但是年份不一样啊 也许将来我们会卖低零生 比如说卖三年的话 就在这贴上三 卖四年的话 贴上四 这就是四 但是我们现在我们没有这个考虑啊 我们是 嗯 坚持只卖高零生 因为高零生是药效最好的 嗯 也是 就真正要吃西洋生的人 他们真的想吃的就是这个高零生 像这个 我们之前讲过好多集啊 讲过怎么去区分西洋生的这个优劣 就是怎么区分他的年龄啊 这很多啊 大家可以有兴趣的 没看过的 可以往前看老梁以前讲的视频啊 都有介绍 嗯 然后 嗯 我会把我们的西洋生的这个价格呢 也贴在 嗯 咱们这个视频里边 如果有人需要这些价格表的话 也可以私信我 就加我的微信 嗯 私信我 我会把这些 嗯 我们的价格表啊 一些资料啊 图片资料啊 发给您 你可以参考一下 嗯 咱们西洋生基本上就讲完了 非常简单 小号的一到五克 这个 这个是针 这 它是一套的 珍珠粒 中号的 中号的五克到二十五克 这是经典的中立身 原尾身 这是大号的 这是 二十五克以上的 二十五克以上的在这 黄河里边装的 在这呢 我跟大家贴出来几张图片啊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但这视频里面可能 不是那么清楚 如果有朋友需要更详细的资料啊 图片啊 报价单呢 可以那个加老梁的微信 我会单独给您发这些资料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啊 今天呢 咱们就讲到这儿 祝您健康平安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